接下來我們要把整個這個動作的情況大概示範一下 那當我們把膠膜穿好以後 準備開始做這個盒裝封口的動作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先把電源就把它打開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溫度的這個設定已經到了以後 那我們再確認一下 我們的這個手動控制跟正常鍵是不是壓在這個正常的位置 那這樣子的話 這時候我們都已經確認我們的一些動作都完成了 那這時候呢 當我們在開始動作的時候 操作人員面對的機器 那我們可以以就近的這個按鈕 啟動按鈕來做為你操作的按鈕 那這時候壓下去的時候 它進去封完口出來的這個動作以後 那我們的下面呢 會有一個腳踏開關 協助你把這個盒子頂起來 以方便我們操作人員來把這個盒子取出 這個腳踏開關的動作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用意 或者是這個難道還沒有 然後把這個判施有這個過程 だから我們還是要解釋